美國紐約市將會要求民眾出示證明 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型肺炎疫苗 才可以進入娛樂場所、健身室 或者到餐廳進食 是美國第一個大城市推行這一類限制 市長白思豪說 除了顧客要有打針的證明 餐廳的員工都必須打了至少一針 措施月中開始生效 但有緩衝期 下個月13日開始 正式執行法則 總統拜登支持紐約的做法 或其他城市應該跟隨 紐約市超過六成人完成接種疫苗 市政府早前已經要求員工打針 並發放獎金 鼓勵更多人打針